九十二星週日報 馬來西亞、戴良業 攀獲各族報讀下大分校要收五百學生 2015年7月10日國內新聞 吉隆坡九日信 正揚集團執行主席那督戴良業對於廈門大學大馬分校的招生信心滿滿 並透露明年3月預計能招收五百名本地學生 至於中國學生則預計在明年9月完成當地高口後再前來就讀 他希望有關分校不止是能吸引讀中華裔生 同時也歡迎無印裔生就讀 以提倡多元化 為國家種族和諧獻一份力量 讓更多有族了解中華文化 工程完成百分之六十 他今日率領征揚集團訪問廈門大學分校了解最新進展後透露 整所大學的工程目前已完成約百分之六十 目前所集中的第一階段主要校園工程已完成了約百分之九十 相信能趕在明年第一批學生入學前進攻 我日前去了中國廈門大學一趟 該校校長對於大馬分校的工程進展感到滿意 他強調 廈門大學本身是一所非營利大學 因此若該分校將來有盈餘的話 也絕不會將錢帶為中國的廈門大學 這些錢將全數作為分校的校園發展 學術研究以及給予學生獎學金和太學金 這絕對能成為我國高素質的頂尖大學 廈門大學大馬分校園長王瑞芳表示 目前該校園獲得馬中兩國政商業界名人的捐助 包括楊總理集團創辦人丹思呂 楊總理捐出一千萬人民幣 I.O.I.集團董事主席丹思呂 李深淨捐出三千萬人民幣 以及我國首富嘉里集團董事長丹思呂 在國學年捐出一億定吉、旺瑞芳 七課程已獲臨時認證另外 他指出 雖然計劃趕不想變化 但該校將盡力確保能在2020年吸引五千人就讀該校 而佔地一百五十英畝的該校則可容納一萬名學生 他表示 目前所已定的課程中 已有七項課程獲得大馬學術資格監定機構的臨時認證 分校詩資將主要來源於廈門大學有海外背景的教師 學校環將在馬來西亞以及台灣招聘部分詩資 今後也不排除在全球招聘 廈門大學最注重的是教學素質 如百分之八十的教師都必須擁有博士學位 當然他們也必須精通英語 以便用英語來授課 他也希望該校學生能夠居住在設備完善的校園住宿中 以增進同學間的關係互動 住宿的價格目前暫定在三百至六百領吉左右 我們不止是希望學生線從課堂上吸收知識 同時 我們相信同學間在生活上也能夠相互學習 出席者包括精陽集團執行總裁何漢生 執行董事宮偉城及市場銷售部總監關鴻威 分號